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谁啊 峰会结束之后 一定要到我们的公司 我看呀 好看厉害这些 就知道你爱合理啊 张总 您好 我是艺文文化的陈一鸣 是工部长让我在这儿等您的 我知道了 你就是老公说的那个自媒体大V 想找我投广告 对 您看 这是我们公司的简介 你们现在有多少粉丝啊 目前我们公司刚刚起步 虽然只有六万的粉丝 但是我们公司其实 六万 六万就想找我投广告 你这想得也太美了吧 这样吧 等你过了百万粉丝 再来跟我说话 郑总 现在有些人啊 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就到处推销自己 这就是不知天高地厚 喂 您好 陈先生 我是银行的法律顾问 你的房贷已经预期六个月了 我们银行已经向法院提醒了诉说 我没钱 您把我房子收走好了 就快让法院把我枪毙了 王总 那个 我上次给您的资料您看了吧 怎么样 我们合作一把 你公司现在市值多少 两三个亿啊 才两三个亿啊 就想跟我合作 想得太美了吧 等你涨到一百亿再说吧 现在这些人哪 真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到处推销自己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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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吧 这就是有两千得瑟 走 走 一鸣老师 我是你忠实的粉丝 每天都看你的公主好 什么时候有机会 能跟你合作呀 不好意思 王总 组屋会那边有些事 请您过去一下 那我先进去了 合作的事我让秘书跟你 你 王总 这边请 你当时不是 有机会怎么出事 你现在想要通知 你认真要怎样 跟这么的行为 每天都能给你 你都会把我摄开 犯规成 deles 包括这些人 你还不可以 你还不过 不是你自己吗 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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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鸣 一鸣 王总 你给我留点脸面行吗 脸面 我的房单是你帮我还的吧 还有那个回音 也是你 我还不需要你帮我 王总 我不需要你帮我 我也不需要你同情我 我更不需要你可怜我 王总 我求求你了 你给我留点自尊行吗 你放心 你帮我的那些 我全部都会还给你的 但是给我点时间 一鸣 你能还给我的就只有钱吧 你能还给我的就只有钱吧 我还付出了我的关心 牵挂 尊重 欣赏 还有爱慕 这些你怎么还给我 你说你有你的自尊 你的脸面 难道我就没有我的自尊 我的脸面吗 我鼓起所有的勇气 跟你表达了感情 换来你的不辞而别 我悄悄地接近你 我悄悄地接近你 关心你 换来你一句不需要 陈一鸣 我也是个人 我被警觉的时候也会难过 我被羞辱的时候也会伤心心 也会流血 我也有我的骄傲 我的自卑 但是面对你 我放下了所有的武装 暴露了我所有的软肋 我希望你好 我希望你开心 我还做错了吗 吴鸣 我不怪你 是我把自己放到尘埃里了 是我给了你伤害我的权利 我这就像是 从你生命里像是 再也不会打扰你 我记得你 别打扰你 从经济学角度讲啊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交流 都是为了得到利益 也就是说呢 人和人的关系本质是利益 感情关系也是利益关系的一种 在职场生存其实很简单 在什么位置 就做什么事 对得起公司 对得起自己的付出 不是 实际是 子茹姐 最近什么时候有空 我们拒绝 明天下午五点 好 明天下午五点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欢迎光临 慢走 好久不见 气色不太好 想喝什么 柠檬水吧 无人 麻烦要一杯柠檬水 好的 谢谢啊 您慢用 谢谢 我记得当初我介绍潘总跟你认识的时候 你们聊得挺投机的 是 那为什么现在是这样的局面啊 你听说了 子茹姐 潘总的脾气是大了点急了点 但是她的人品格局能力 是我见过企业家中最优秀的 有的时候她不拘小杰 也不愿意被归去束缚 但是她做这一切都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绿宝的发展 为了她的家国情怀 你说得没错啊 我挺欣赏她的 但是 也不代表她就是绿宝 最佳的董事长人选啊 那你觉得谁比她更合适 我 你根本不懂电池 不懂新能源 但是我知道怎么用绿宝赚钱呀 在你眼中 绿宝只是赚钱的工具 是 你当初跟我结交 其实是冲着绿宝去的 是 当时我正在关注新能源领域 你的出现 恰好给了我一个奇迹 你从我这里知道 绿宝有股权融资 又从我嘴中套出 华安跟胡音的消息 在我没有利用价值之后 又通过出卖我 给方展递的投名状 这一点我得纠正一下啊 是我取得了方展的信任 我一直把你当朋友 我也把你当朋友 你是在利用我 四爷 你从我这儿也得到了不少好处啊 我还帮你省了三十万修车费呢 还有你的前男友 也是我安排的工作呀 我真傻 居然没能看透你 居然还把你 推卸给潘总 你没看透的不是我 是生活本身 作为成年人你应该知道 每一个馅饼的背后 都标好了价钱 是我害了潘总 害了绿宝 你也不用太自责了 绿宝在我的手里 只会越来越值钱 潘总现在虽然不是董事长了 但是也是股东啊 他也会获利的 甚至会超过他前十几年的总和 你认为钱就是一切 我是做投资的 钱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切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的人生一定很乏味 因为除了金钱之外 还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思雨 我王子如的人生 可比你想象的精彩 不 那你再好好体会体会吧 我男朋友来接我了 抱歉啊 我先走了 慢走 我在这儿呢 你会给你 你会给你 我找你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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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 千真万确 不是 你已经是搞错了 你已经是搞错了 陈一鸣亲口跟我说的 那他肯定是骗你 他肯定是骗你 我们两个现在是创业搭档合伙人 他骗谁都不可能骗我的 不是 陈一鸣这样做 他能对得起李思雨吗 拜托 他跟李思雨都分手好几个月了 但李思雨没有把他忘了 还想着跟他复合呢 你怎么知道的 李思雨跟我一个屋子睡着 就是他那天小交情 我能不知道吗 那这事还真不能怪一鸣 陈一鸣一定是为了前台 跟那个老女人在一起了 我可不允许你这么说我兄弟 我就说了 陈一鸣就是一个贪慕虚荣的软饭男 你这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 我觉得没问题 而从你嘴里说出来 我就不太理解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一直想 加一个有钱人吗 陈一鸣已经帮你完成了梦想 你这个时候应该鼓掌啊 为陈一鸣 是他为人生偶像 还有 你到底是骂陈一鸣 还是骂你自己 再说了陈一鸣可不是软饭男 王子儒给我们投那点广告 全被他拒绝了 他现在吃饭还指着我呢 怎么吃到一半就不吃了 我气死了 今天这篇观点够犀利的啊 想要上十佳的内容必须得犀利啊 明天写点什么 写绿宝的股权之争 是吗 好啊 你在哪边 作为一个观察者 我当然保持中立啊 我很期待看这一篇 我现在可以采访你一下吗 可以 知无不言 那你跟潘志勇合作了这么长时间 你觉得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她就有 有理想 有情怀 可是市场不相信情怀和理想啊 市场相信的是 法律 力量 规则 我还听说 她离开绿宝之前 放狠话了 说什么 你们这帮野蛮人 我看你们能得益多久 是 收购者被视为有狼性 是因为把资本回报放在首位 基于这个目标 我们对阻碍企业发展管理的人员 无所适事的 无所作为的员工 一定会手下无情 所以 我们招人厌 也招人恨 但是市场会因此进步 但从绿宝发展的过往上来说 潘主任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领袖 但是不是最优秀的 那你觉得谁是最优秀的 你啊 一鸣 你真的 不打算回来帮我吗 你知道 之前我为什么要离开天一吗 我知道 被我吓着了 不是 我 我那个时候刚分手不久 我内心真的很乱 所以我需要时间空间 安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我 我到底是个什么状况 我明白 所以那个时候 不管是哪种情况 我都必须要离开天一 一鸣 你从来就没有依靠过我 我现在依然像这样 没问题 我听你的 我回来了 今天好累啊 今天回来这么早 嗯 思雨 是 有个是 我知道了 你 你怎么知道 我亲眼看到的 思雨 你听我说啊 没事 我跟她早就分手了 她跟谁在一起都跟我们没关系 是这么个道理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 不就一个男人吗 对 我们再找 嗯 一次找俩 不 找一堆 比他更帅 比他更好 比他更有才 来 可我还是想要的 临于 你还是想要care 怎么想她和你也想要的 你也想帮她 你别管她 那我可以 是太阳了 耶 肯定了 你也看着做什么 我算不算你数眼是哪 张总 您好 我想问一下 关于投资来电了 您最后是怎么考虑的 好的 好的 那 我们有好的项目 我再给您推荐 好 他 他不愿意投资 是他有眼无助 他不愿意投资 他一定会后悔的 他不愿意投资 他不愿意投资 好了 好了 他不愿意 哭出来就好了 他不愿意 了吧 哈哈 没事 哭吧 没关系的 爱和悲欢 写心与恨 你曾在我身边 对了 我有件事还想跟你聊一下 我一直在关注来电啊 就事论事啊 我觉得这个项目 绿宝还是可以继续投下去的 不能 为什么 创业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快速融资快速烧钱 快速扩张 续组占领整个市场 另一种呢是稳扎稳打 靠经营实现盈利 然后再慢慢扩张 李思雨一开始就在两头摇摆 最终导致现在这种 两边都落空的困境 那有可能扭转吗 来不及了 市场上已经出现同类型的产品了 而且势头比她好 她已经错过最佳的发展时机了 就算潘志勇现在还在位 绿宝的董事会 也不会统续投资来电 对吧 那还真是挺可惜的 不可惜啊 李思雨在销售上是一把好手 在电子商务和金融上 她是一张白纸啊 而且潘志勇这个人性格 刚愎自用又自负 也不会挺有其他人意见的 他们这两个人在一起的组合 注定失败 你还在挂念她呀 我就是不想 不想看她太狼狈 一鸣 我在其他的地方都是挺大气的 但是唯独在感情上 是小气的 我不希望你总是提到她 我不希望你总是想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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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那个王子茹竟然是这样的人 现在回乡起来 他最初接近我 企图的不接近是绿宝 还有陈一鸣 那这事你不能就这么算了呀 你想怎么着 至少要让陈一鸣知道 那个老女人的真面目 晓菱 我跟陈一鸣分手 哥跟姐姐是我们俩的问题 跟另外的人没有关系 那个王子茹那么对你 你能咽得下这口气啊 咽不下 那我们总得想办法把气出了吧 你知道什么是出气吗 当面骂他 甚至打他 捅他两刀 相信我 这些根本出不了气 只有我把来电了 长长久久地坐下去 坐大坐强 坐到上市 那才叫出气 你行吗 必须行 行 您可以来我们公司做考察 我后台的数据全部对您敞开 您看了就知道 这个项目一定是前景无限 好 那我们再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先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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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谢谢 姐姐 我听说绿宝那边不给咱们投资了 绿宝自己出了点问题 那咱们来电视不要玩 绝不可能 但是咱们现在为 我还有其他融资渠道 真的 去干活吧 谢谢 姐姐 不管是生是死 我都占你 你姐姐我 绝不会死 好 李总 我知道 那相信我我要办法 好 李总 刚刚老白叫了辞职报告 我知道 这个邮到今天已经走了五个了 没事 我们该再招十个 李总 我觉得 不是招人的问题 现在人心惶惶 关于工资的未来 不种说法 来 大家都过来一下 来 先把淑姐的工作放一下 都先进来一下 后边快一点 我正式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 资金周转的小问题 已经解决了 公司目前运转正常 第二 我们来电的创业至今 一直是一家不断创造奇迹的公司 我们靠什么创造奇迹 靠市场 靠资金 不 靠的是我们的信念 我们不仅能战胜困难 还能战胜自己内心的自卑懦弱 犹豫怀疑 我们一定能赢 一定能笑到最后 追求完美 追求卓越 对 我们一起 追求完美 追求卓越 追求完美 追求卓越 追求完美 追求卓越 陈一鸣 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心没肺 会很有风度地容忍你站在我面前 你听我把话说白 我之所以没把你轰出去 是因为我不愿意让我的员工看到我像个伯父 你先听我把话说白我 我已经觉得很恶心了 你不要把我们谨慎地好好看 全都叫好玩 我不是来聊我们俩关系的 彩莉还有关系吗 好 我今天过来 是为了劝你 把来电公司给管了 您是 绿宝新任董事长 她现男友身份来说的吗 好 我和子如姐的关系是我的私事 我不想解释 但是我今天过来 全是为你 你还说这什么 你有恶不恶心 你要是真的想成功 就必须要懂得选择 学会房间 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就在关注 你一直专注产品 走得十分地小心 可之后你突然开始提速 再之后可能是因为资金开始紧张了 你又开始收缩 到现在 已经完全没有账法了 你别以为你做自媒体 就什么都懂 行 那我就跟你聊聊 我最懂的推广策划 在今天 初创公司 想要不烧钱去推广程式 很难 但如果你可以做到创意独特 淡点打透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你做到了吗 我们就说你这个宣传单 这和商场里促销的DM单 有什么区别 再说说你的营销基点 你到底是为电瓶车用户 带来了便捷 还是为加盲商带来了商机 是 你可能觉得这两个 都是你的亮点 但是作为宣传 你得有重点 就算我有失误 我现在修正还来得及 你已经担心两绝了 你已经担心两绝了 所有的创业者 都会经历黎明前的黑暗 只要熬过去就是曙光 这不是黎明前的黑暗 是月县为深的泥潭 你凭什么这么说 来天的现状 我相信 你一定比我清楚 你是来看我出丑的吗 你是来看我出丑的吗 关老头 你干吗 李总姐姐 此刻 是我认识你的第十九万三千四百五十一分钟 这个数字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我接下来要说的 特别有意义 李总姐姐 你是我见过最酷的女生 我愿意被你打一辈子屁股 你除了有一个瞎了眼的前男友之外 你没有任何缺点 我爱你 加油 加油 球队 加油 球队 加油 球队 李总姐姐 我有一支二百集的画屋神兽骄龙 我决定把它献给你 什么东西啊 这是我的账号和密码 请你收下 别闹了 起来 你不收下我就不起来啊 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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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收下 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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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怕脸上皮松啊 前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考了一个第三名 我妈把我很远地打了一顿 好像我考的是最后一名 你小的时候真惨 后来你到了我们家 我发现每次考试 你不是倒数第一名 就是倒数第二名 但是你妈从来不打你 甚至不骂你 但是我就在想 为什么妈妈跟妈妈那么不一样呢 不是你妈跟我妈不一样 而是你跟我不一样 你是读书的料 所以你妈要求你次次都要考第一 我就不是那个料 我妈都习惯了 她都认命了 其实我们是一样的 其实那那夜的你到底睡不睡觉了 你不睡我就睡了 好好睡啊 好 花灯箭暗 我还没回 我还给人命了 爱和悲欢 也许遗憾 你还好吗 听我说说最近的消息 一朝一夕 有的甜蜜 有的无力 还有一些 无从说起 这么久已经 学会了放弃 放弃执念 放弃眼前 放弃谈语 却从未想过 放弃你 你从未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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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自己 听听内心声音 孤单的时间里 相信意义 痛了才学会珍惜 亲爱的自己 用尽全部理解 怀念从前日子里 简单的你 把困难化作勇气 忍着拥挤 不退彼 成长难免 伴随着围绕 跨越困难的最好的方法 是微笑 你也给的所有惩罚 害怕吗 全力锁下巴 那些惯性争破价 曾过不去的伤痕 也不过 是条小人版 我们如此欺笑又如此坚毅 偶尔计较又偶尔坚定 成长过有几颗虚 原来是留下的踪迹 曾经一直追逐的背影 终于会都把我抱紧 吓起那熟悉的你 亲爱的自己 天空中遇上了心 风带走的温度 我还给你 拥抱自己 拥抱你 亲爱的自己 天空终于放了心 我们从未有过 如此惊喜 寻找当初的自己 横重直撞不逃避 横重直撞不逃避 听听内心的声音 天空终于放了情